各位同學答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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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頁喔 首先第一題 下面是快樂蒙場蒙因收成蒙作物數量統計表 然後呢他要請你算出他們的百分率 百分率的部分呢 他不是一個整除的數字 他需要你做四捨五入 好 需要做四捨五入 將小數取到第二位 再換成百分率 那老師先帶你們做其中之一 請問比率怎麼算呢 部分去除以全部對不對 那像白蘿蔔這個類項 他的比率怎麼算呢 七十去除以 一六五對不對 百六十五 五 算出來 大約是零點四 二 三 還可以繼續往下 但我們不用再往下除 因為我們要取到小數第二位 所以最多最多 你們就要 將你的商數取到小數第三位 以他來決定是否要進位或者是捨去 好來現在是三捨去對不對 所以這叫做0.42 他的比率算起來是0.42 變成百分率的話 他就是百分之多少 沒錯 42% 好 這是第一個 白蘿蔔算出來的結果 好 再給你們看三秒 好 所以算出來大約是百分之四十二 那番茄一直到後頭西瓜 都是這樣的算法 好 那其他的部分請你們自己來做 那我要先跳到第二題 各種農作物所佔的百分率合起來 可以先給你答案 是99% 那如果我們要把它轉換成圖表的時候 一定要讓它有百分之百對不對 那所以請問哪一個項目 我們必須要做變動呢 數量最多的那個項目嗎 佔的那個比率最高的那個 好 所以是白蘿蔔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把它算出來的百分之再加上1 這樣子才能讓百分數那個圓形圖畫裡賣對不對 好 那所以我們稍微再變動一下那個 我們表格上的數字 所以在這裡呢 白蘿蔔的百分比 百分率 我們就要寫成43 那其餘的都不變 所以合計就會有一百 好 這邊我們要點掉 那這後面要讓你自己去計算 好 那下方的圖表 它是有格線的 格線部分就是算格子嘛 OK 好 那剩下的我要你們自己去完成它 好 再來呢我們要看到右邊這一道題目 先算出各種天氣 天數佔全部天數的百分率 在天下表格中 一樣呢 讓你用四捨五路吧 取到小數第二位 那我們就摺其中的一個部分來做 好吧 我們就來選 感覺天數最多那個項目 雨天好嗎 好 那所以我們把雨天 十七天去處理部分去處理全部 大家也可以同步去處處看 好 大約是多少呢 好 帶你們一起做 十七不夠分三十 所以這裡請你寫零 小數點打下去 讓它五一個零上來 三 乘以多少呢 接近一百七十 五 一百五十 再補一個零 三 多少 六 十八 二十 好 那這裡呢 再補一個零一樣是六對不對 所以大約算出來的是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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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至少要求到小数第三位 好,那我们来决定一下 从这里要使用四手务来盖做6大于5 所以我们要加进位,就是叫做0点 约0.57,0.57 也就是57% 我把过程删除掉 好,57% 那阴天晴天各占多少 如果用同样的方法算出来,各占37跟7 那合计起来会是多少呢? 150 但是如果把它转换成百分数 圆形图的话 数字上一定要让它是百分之百才行 那像这样子的状况该怎么办呢? 对,需要调整 需要调整 需要调整那一个 笔占最大的那一个 对不对? 五千 所以它刚算出来是57% 你要帮它 变动一下数字 让它变成56% 那其他数字都不变 让它合计起来有百分之百 然后你再自行完成百分数圆形图 你要再提醒一下 圆形图有两种 一种是有格子的 有格子就是属格子 那如果没有格子 就是需要拿出你的工具来量 把它画好 OK? 那别忘了 画完之后 要把各个项目的名称 以及数字填上去 好,那我们现在回到课本 下期你们翻开87页 这里你们也写 所以我们快快来对答案 来,首先是第一个图表 长条图 你要把表格的统计的部分 画成长条图 好,那我们要去找对应的数字 来,一年级有几个班级 五班 所以你要对上旁边 纵轴写的数量 五 画下来 OK? 好,同学记得 因为我没有要你们用那个 荧光笔画 所以同学 大部分都是用铅笔 描绘它的周围的边 那你们这一条 来 这边也要帮我画好 这就是两条线接着就好 它不是一个完整的长方形 帮我画出一个完整的长方形 就是在你们作业当中 我看到同学这样子 少了一条边 这下方是可以不用 那已经有一个 横在这里 好,那但是上方这边 表示数字就只到五这边停止 你要帮我画好 画一条线 好,再来呢 二年级有九班 好,三年级是六班 依序把答案公布给你们 你们看好 好 好 来,我们到下一题 来 我们这边是要画一个折线图 对不对 好,那我们一样要先去找到我们的对应点 好,那一月份的时候 有几辆自行车 被卖完啊 60 对不对 所以我们对到60 把点点画出来 二月份是120 再三分九十 依序把答案对应点画上去 最后请你们用指尺 把连线连起来 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表 这里有一个像波浪形状的符号 那是什么啊 省略的符号 那它省略了哪一些资讯呢 5到50中间的一些数字 OK 那就至少每一个月份 都会卖50台以上 所以它就干脆省略了这一个部分的记录 OK 好,那我们再往下 看到数学课本88页 来对答案哦 来,宅宅漫画5 今天共借出300本书 下面是根据各种书籍 借出数量的百分率 所制作的统计表 看表回答问题 来,以下它的百分率都帮你算好了 那我们直接看它统计数字来回答 来,什么类型的 借出的数量是最多的 好,少男漫画 百分率是35% 好,来,那什么借出的数量是最少的呢 数字最少那一个项目叫做杂志 好,杂志写下来 百分率是8% 好,那我们现在要把它换成图表 我们必须要先算出它的原型奖 对不对 才知道哪一个 各个项目各式几度 能够画在原型图上 好,来,上男漫画要怎么算出来原型奖呢 好,你刚刚的百分率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资讯 好,直接用360度 因为一整圈,手脚是360度 对不对 去乘以它的比例 一百分之三十五 也可以说去乘以百分率 好,所以算出来 一百二十六度 那其他的部分 像少女漫画 恐怖漫画 小说呢 一样 也是用同样的方式 周角360度去乘以百分之二十 七十二度 好,在恐怖漫画 也是用相同方法来做 一下帮你统计 一下帮你统计 一下帮你的那个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下面的那个计算的结果 过程 及结果 帮我写上去 你们已经写完了 对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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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你算完小说的时候啊 杂志的部分你也可以不用再做这个过程 你直接用现有的度数相加之后 360度去扣卡 剩下来的就是杂志的 也行 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哦 来 要把它转换成表格 图表 那这个图表是有格子的 那就请你算好格子 那算格子在做画的时候 请你可以用累积的方式 比如说你第一个项目 35个画完 然后呢 接下来是要画25% 所以你35再加25 接下来你的这一条线线 要画到60这里 那我有提醒各位 你可以先在3点钟方向写上度数15度啊 好,抱歉,是25度 就是你把这个圆形图 把它分成四部分 那6点钟方向就会是50度 写这些刻度 就会让你比较好找到你的答案 9点钟方向就是75度 12点钟方向就是100度 17度 开始跟结尾都在这里哦 好 那你可以用累加的方式 那再来呢 少女幻画画完之后 你应该会是在60格的当中嘛 60格的这个刻度 好,那再往上画20 60加20 80,所以你必须要画到80 所以75再加5就是80 所以你看旁边做这些记号 让你很快找到你的答案 对不对 好,那再来 再加上12 80再加上12 92 所以你要画上92 可以用倒子算也可以 这是100 100往回算10 叫90 90再近2 92 这样子画 那剩下来的你还是要确定一下有没有八格哦 没错 那这样子就画对了 好 好 来,以上是今天的课程 好 各位我们看到 老师现在要公布一下 今天回家作业 来 首先呢 你先帮我把这个教学影片看完 然后按赞 做一个打卡 表示你有看 好,再来第二个部分 请你完成习作的72到76页 老师刚刚只有带你们看了72、73页 那剩下来的就让各位自己去习写 那你们有任何上的 任何学习上的问题 就再去读发问 现在影片就只有录制一点点 那所以剩余的时间就让你在这个时间内 把所有的数学的作业尽量的写完 有问题就是在这个期间 赶快来发问 好 这是第一节课 加油各位 拜拜